五官要更精緻更漂亮 很多人都會選擇 先去割個雙眼皮 因為割完之後 眼睛就會炯炯有神 非常的漂亮 但是對有一些人來說 割雙眼皮竟然是他這輩子 最後悔的事 這位就是網紅陳妮思 他就說他其實19歲的時候 他就去割了這個雙眼皮 但是怎麼割 怎麼失敗 他說每次割完之後 不是皺摺怪 就是眼睛看起來就是怪怪的 所以錢天空我一共割了5次 最後一次還特地飛到韓國去割 才割得比較正常 他說因為常常這樣割下來之後 他說他的眼皮少了5成 導致他眼睛是完全閉不起來的 因為閉不起來 眼睛就會比較乾 所以他眼睛就不自覺的 一直想要長長渣 為了要解決這個狀況 他就說他必須要戴眼罩 甚至是這種很重的睫毛 把眼皮給壓下來 來保護他的眼睛 另外一位是藝人王琴 他其實是一位混血美女 他的外婆有1 2分之1的 白俄羅斯的血統 他說他在台大念書的時候 他就曾經拍廣告 當時13年前的他是這個樣子 還沒有縫雙眼皮 大家都說他這個是初戀臉 那在10年前他就說 他那時候很想要去縫雙眼皮 但是他的雙眼皮縫得有點太高 所以他到時候現在有點後悔 縫完之後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也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再去用玻尿酸 因為他覺得 現在審美觀跟以前不大一樣 有很多醫生都建議他 其實自然才是最好的 心想問一下蘇醫師 雙眼皮現在很多人都看到單眼皮 好像都不太喜歡 都想到雙眼皮 雙眼皮才漂亮 為什麼他割雙眼皮 會割到眼睛閉不起來 而且我們有聽過 雙眼皮好像有人說是割雙眼皮 有人說是縫雙眼皮 差別在哪裡又怎麼選 只有價錢有差而已 還是有什麼差別 當然是有差 首先我們看 我們所謂的雙眼皮 就是想說讓眼皮產生皺褶 產生一個折合 所以像那個網紅 他會說 所以我們就會看 從皮膚 我們眼皮一樣 從皮膚下面是脂肪層 然後再到蹄上以及肌肉層 然後再到骨骼 事實上這個皺褶 我們只需要在皮膚層 表皮層 到脂肪層 到提上眼睛 肌肉層 那他不斷的去接受手術的話 他就是把皮膚層 然後脂肪層 然後上眼眼睛層 不斷的抽掉 對 不斷的抽掉 然後他還產生沾黏 那他多次手術之後 不斷的抽掉 那他越抽就越多 越抽越高 越抽越多 所以他的折育 他沾黏就越來越沾黏 然後又越來越高 因為你把這裡剪掉之後 你當然提上眼睛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短 越來越高 這高到他避不下 所以這個因素一定是 尤其是多次的手術 對 因為你每一次手術 你都必須要把它 都要削掉一點 都要把它削掉一點 所以這個是網紅 所造成的原因 那我們在看 我們臨床上看說 哥跟馮的選擇 這就跟我剛才的解說 如果這個病人來 他的提上眼睛肌 還有他上面的 肌肉層也比較塌陷 然後如果他的皮也比較鬆垮 脂肪比較多的 脂肪也比較多的 那我們當然是選擇 利用割的 就是利用手術 切開比較長的傷口 我們比較能去執行 執行比較好看出那個 比較好去執行裡面的所有的 就是說把這個脂肪也拿掉 把我的提上眼睛肌也拿掉部分 使得他的雙眼皮變得漂亮 所以這個選擇割的是這樣的 那選擇縫的話 因為縫的話切口比較小 我們通常開三個切口 然後去把它縫進去 使它產生沾黏 所以如果我說的 剛才的病人來了 他這個脂肪也沒有很豐厚 他也沒有說皮膚很掉下來 眼睫也沒有掉下來 皮膚也不是多重皺褶的 就是那種皺皺的 那你就可以有條件 來選擇用縫的比較寬 縫的優點跟 第一個縫 我先講縫 縫的切口當然很小 背負其短 可是你是用縫的讓它去沾黏 容易縫線你知道 有些時候 因為你眼睛的作動 就容易掉 所以它有些時候就會掉了 所以掉了就是你的皺褶 沒有產生得這麼完全 所以有些時候就必須 也許在一年兩年後 你要重縫 這是它的優點跟缺點 那割的話 當然皺褶較深 維持就 幾乎你割了就很久 一輩子 但是你要有一定的脂肪 要有本錢 太瘦的人就是想要這樣 縫霜 割霜眼皮也是沒有辦法割的 另外就是說我們常說 眼睛周圍常會出現所謂的魚尾紋 還有小細紋 所以我們看人家的時候 看你的皺紋哪邊最明顯 就是眼皺 就想問一下吉尼 為什麼是眼皺周圍最容易產生細紋 而且這個眼皺細紋到底要怎麼預防 是啊 就是說老化的時候 我們都是從眼皺開始 第一個眼睛就是靈魂之窗 我們平常要 就是看起來眼睛會說話 說話就要眨眼睛 或是做一些表情的時候 其實表情做得越多 我們肌肉一直去拉扯它 那尤其我們眼輪周圍 又是所謂眼輪閘機 它是一圈形的肌肉 所以我們去用力收縮的時候 它在收緊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些 就是有點像放射狀的線條 所以說不要老 就盡量不要有表情 他都不要笑 很冷漠 很淡漠的 不要這樣子 我們還是要過得很開心 但是這是一定的過程 那再來就是眼皮的皮膚 本來就真的是比較薄的區域 皮下脂肪也很薄 剛剛書醫師有提到 就下面就很薄的一層脂肪 然後就是肌肉了 所以它沒有什麼 軟組織在那邊 然後所以它就很容易 在我們老化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膠原蛋白流失 皮膚就真的 真皮層也變薄 然後脂肪層又繼續流失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個 剛剛講的骨頭 老化也會吸收 眼眶又變大 所以整個就是一些拉扯 跟一些鬆弛下 這細紋就會變多 那就是網上會看到說 有一些這個 不同的位置的這個眼紋 大概是什麼因素引起的 像是說如果我們 長期用眼過度 認真盯著螢幕盯著手機的話 就可能在眼睛下面 就會有比較明顯的細紋 因為這個姿勢性的關係 那再來就剛剛講到 笑得多 人生過比較快樂的時候 骨尾紋可能就變得比較明顯 就是膠原蛋白流失 脂肪變薄就會更明顯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化妝比較多 常常會需要卸妝 化妝 然後去摩擦這個地方的皮膚 那它可能就會有一些 物理性的一些傷害 然後就像或是你 鼻子過敏的人 常常在揉眼睛揉鼻子的時候 也是一樣 會造成更多的皺紋 這時候就可能眼睛下面 就有一些交叉狀的皺紋 或是眼頭的地方 也會形成一些皺紋 很多也有 所以為了減少眼皺的細紋 第一個就是 面無表情 不要笑 不要有情緒 不要有情緒 情緒比較少一點 沒有啦 就是可能健康的作息 讓自己的身體的精神 代謝比較好 讓精神比較飽滿 睡得好 你就會整個人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皮膚周圍 我們剛剛老話 跟皮膚乾燥有關係 膠質性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做好好的保濕 這樣是最重要 沒錯 眼周除了會有細紋之外 還有最討人厭的眼袋 甚至很容易水腫 穴道可以幫忙 吳醫師 對 我們有些穴道 可以幫助我們把水分代謝出去 尤其是在我們眼框下的 剛剛那個 吉尼醫師有提到 大家會產生細紋 對不對 尤其是在眼袋上面 我們第一個穴道 我們叫做塵氣 這個塵氣很好找 塵氣就是在我們的眼球 眼球跟我們的下眼框的中間 那裡 那個就是塵氣 你就知道 承受什麼 氣就是哭又有眼淚 承受這個眼淚的地方 所以在那個下面 眼睛的下面這個地方 然後在它三分 就是我們塵氣穴的下三分的地方 就是四白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凹陷點 按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 會障障的 眼睛看起來會比較亮 所以說塵氣四白 不是只有一邊 兩邊都要按 你摸一個眼睛在這裡 然後就按 按的時候 當然是什麼 稍微按一下三秒鐘 然後放鬆 三秒放鬆 所以我們女生常常會有 那個精華液對不對 精華液的時候 趁這個時候給它壓一下 然後千萬不要太用力 等一下黑氣就不太好 然後抹一抹 按一按 然後上下上下這樣子 每天都要按 剛剛我們有提到一些 剛剛施足空這些 順便給它按上來 這樣子 整張臉都要按 整張臉都要按 但是眼睛要特別保護 但是不要在那邊戳 它就有穴道這樣按 我們臉部氣血學完也好 其實彥寬老師有一個撥金髮 可以把我們整個臉都變漂亮 對 我的氣功教學都是以健康為主 但是健康人 青春美麗一定要健康 把你的大拇指放在耳朵 下面這裡有一個翼豐穴 以前這個翼豐穴是在 製嘴歪眼斜 它會從這個地方下針 然後我們自己做 可以大拇指往翼豐穴盯住之後 在我們的 這裡有一個穴道 剛才吳醫師有講到 這個夾車宣 從側面向上提了之後 往旁邊 這旁邊耳朵上面 就是我們的膽經 向後一定記得要到後方 後方就是我們的膀胱經 到了後方稍微動一下 用我的手指頭 稍微給它按摩一下 這個方法就會非常的明顯 會拉提 因為膽經暢通了 然後膀胱經暢通了 氣血循環變好的時候 這個眼袋你會發現 就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因為好像去做 醫美的人滿多的 要特別注意 你要做醫美的 我建議醫美的前七天 你一定要睡眠充足 生活正常 因為很多人都是 前面熬夜熬夜 因為我要去做了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擠在這個前面 然後身體已經在發炎 等你去開刀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的後遺症 我當然還有更厲害的 就是貴妃玉面美容工 但是那個是要收費的 要付費 所以現在就不能交 不能交 那個是真的非常有效 你馬上練十分鐘之後 整個都拉提 然後這邊的皺紋 你會發現十分鐘之後 就出現 你可以去搜尋一下 貴妃玉面美容工 真的非常有效 那有沒有效 你看我就清楚了 你超厲害的 皮膚好亮 你看那麼近 你看不到皺紋 這就是健康 氣血循環好 你就會從你的皮膚 然後你的外貌就會展現出來 沒錯 皮膚要水嫩 其實吃堆東西也很重要 秋香老師要教我們到護膚的料理 小吃加工食品 多吃天然的食物 才是養夫之刀 秋香老師 現在用虱目魚來幫我們做料理 是 而且我加了新鮮的番茄 然後會加味噌 味噌 好 那我今天用虱目魚 那你要用蘆椅也可以的 用鮭魚也OK 就看你個人喜歡這樣子 那我剛剛鍋子很燙 所以我現在我沒有先放油 我先放那個 乾煎洋蔥 對 不是 因為如果說你是好的一個 橄欖油的話 你那麼高溫下去 那油都會被破壞掉 所以我就先把這一些 就是爆香的先放進來 再把這個油倒進來 是 因為虱目魚 它本身就有一些油脂 所以在這裡我用的油並不多 然後把它稍微的就是 拌一下 對 拌炒一下 拌炒一下的時候 那個番茄也是必須要就是 現在就放番茄 番茄 因為它越熬越好吃 好 那我現在換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把它炒一下 炒一下 番茄就是一個脂溶性的 它的營養才會出來 好 那我們就把它稍微的剝開 中間 放中間 就一鍋多用 對 這樣子 可是因為要讓它接觸鍋底 它才會香 如果沒有接觸鍋底 像為什麼我們煎過的魚 去煮湯比較好吃 就給它稍微煎一下 煎一下 OK 所以待會兒再放 是要讓魚讓它煎熟是不是 是 我先給它煎一下 然後再加其他的東西 吳醫師妳怎麼開始要料理 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它會很多的食物跟顏色 對 對我們脾胃來講 我們知道小婦男威女之吹 雖然彥寬老師叫我們要做氣功 我們要深究 但是你的吸收很好的食物 它才會對我們的圓面 或者骨質的疏鬆有幫助 另外我還有一道 這個絲房料理 這個叫扁豆 去屍粥 譬如說去屍粥就很簡單 我們有一個人參 你說現在秋天比較 氣管不好 我們也可以改成西洋參 經濟能力比較不好的 我們也可以用檔參 然後再打用一點黃旗進來 然後它有一個主角 就是我們有去屍 我們去屍今天用了一個 就是扁豆 白扁豆 可以去屍化濁 然後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它又會有蕭可汁 指我們的鼠絲 然後芙苓 大家一直就知道 它是個美白的 然後我們把它這些東西 用好以後把它熬成 譬如說五碗水熬成兩碗水 然後先放在碗裡面 然後我們把粥品煮好以後 再把這個水倒進去 因為我們職業婦女很忙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汁 熬起來 凍起來 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跟我們的粥 所以一個禮拜就可以吃它個什麼 兩次 早上的時候來吃 對於我們的皮絲 或者是臉色黃 或者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臉色不大好看 有的時候覺得這兩邊都會什麼 黑眼圈 這個也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OK 好 我又放了 魚肉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再放了豆腐 我一關麵的時候 我就把豆腐放進去 豆腐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 高湯嗎 還是水而已 加水就可以 當然因為有高湯也是可以 對 我們加一些水進來 這個水就滾水 因為我們錄影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等 這裡面我剛剛在煎的時候 大家都會烹調魚料理的時候 一定會加酒 但為什麼沒有加 因為我會加味醂 味醂裡面就有酒了 對 所以我們把味醂加進來這樣子 然後就把這個像花椰菜 跟蔬菜類放進去 對 是 因為吃蔬菜一定會漂亮的 這無庸置疑對不對 放木耳 對 這個是穿耳 記得要回家的時候要燙一下 這要燙過的是不是 對 買回家一定要燙 如果沒有燙你放三四天的話 請你丟掉 不要拿來吃 不然會容易那些菌會 造成有一些會中毒 燙過再保存起來 對 是 好 那我們把它稍微的就過一下 拌一下 拌一下的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說你家裡有鍋蓋 你就把鍋蓋蓋起來 是 那就會比較快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稍微的等一下就好 我在這邊我就加味噌 味噌我們可以先調開 如果你沒有調開的話 如果你煮湯的時候 湯很多 你可以用一個肉勺 然後把味噌放在上面 整捆放進去 讓它融掉就好 不是 要一個肉勺 對不對 然後把味噌放在這邊 然後用刮的下去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湯菜 不是湯 所以我事先就用溫的開水 記得溫的開水 滾開水也不行 然後濃的開水 溫的開水就會調得這樣很 好濃稠 對 就是很絲綢的感覺 一定要溫開水 是 好 那我們就把它加進來 加進去 對 那這裡面就不需要加鹽巴了 因為它味噌本身就是鹹味 對 是 那其實就讓它就是煮滾 滾一下 最後再放下那個東西 對 秋葵 其實現在就可以放進來 秋葵 因為秋葵下去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 勾芡感 對 黏黏的感覺 有一個黏液的感覺 這樣一滾起來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一道 幫你護膚的料理就完成了 其實演藝圈有很多的不老傳說 明明年紀可能已經快60歲了 可是人看起來就跟30歲一樣 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到呢 我們廣告中回來告訴你 我是江坤君醫師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能及時收到我們的最新影片 就能